电动大嘴巴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电动大嘴巴 我是千赫 落后技术 脱裤子放屁 增程式路线用油发电的技术构型 让它总是饱受非议 但一看数据奇了怪了 骂的人多买的人更多 这是今年1到7月增程车的销量增速 纯电差混合 增程一笔全都遥遥落后 就连小米小鹏 我们这些之前只做纯电车的品牌 都开始争相布局 现在还坚持不做增程的新势力 就剩死磕换电的未来了 难道这些买增程车的人 都被厂家给忽悠了吗 增程到底是不是落后技术 大伙先别吵了 官方定调来了 中国气炎在最近发起建立了增程技术标准 这是一个重大信号 增程市场要变天了 这事还得说回9月13号的 昆仑之巅增程技术发展论坛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 联合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主办 阿维塔科技支持 一众大老悉数出席 会上达成了几个重要共识 增程落后论的认知偏差 来源于现有的增程技术水平低 产品体验差 动力形式不分好坏 技术水平才分高下 增程绝非过度技术 在可预见的未来市场份额会走高 说白了啥意思呢 增程路线人家本身没问题 现在是主流将来也会是主流 但现在很多增程技术做的有点拉胯 你得知愣起来 当然了技术嘛肯定都是有个发展过程的 今天的电动大嘴巴就给你捋一捋 增程到底是怎么个技术 问题在哪 好处是啥 为什么官方全力支持 现在买车值不值得跟一波 这期啊保证你太奶奶来了都能听懂 1901年费迪难得保时捷 转动他机灵的小脑袋瓜 第一次往电动车上放了一个小型内燃机 不驱动车轮只作为发电机给电机供电 后来呢增程车的构型也是受到他的启发 创联结构增程器只用来给电池充电 不会直接参与驱动 电量不足的时候呢 这增程器就开始发电 这样啊只要有油 车就能继续开 那第一款大规模量产的增程车 还得说到美国通用汽车 在2010年推出的雪佛兰Volt 它的起售价大概是4万美元 接近当时宝马X5在美国的价格了 但是呢纯电行驶里程只有64公里 增程器啊动不动就介入 充电还慢 普通家庭用插座充电得8到12个小时 才能充满 三年之后已经有纯电版的宝马i3 在原有平台上又搞了个增程版 试水 因为空间塞不下 弄了个0.6升的两缸发动机 结果不光遭遇了销量的噩梦 还给用户带来体验的噩梦 2016年就有美国车主指控宝马i3增程版 有突发事故风险 增程器介入之后 如果遇到乘客满载 或者上坡啊 这种车辆负载大的情况 i3的速度会突然变慢 提前还没有任何预警 一直到宝马i3增程版在美国停售 这问题都没完全解决 这些啊都可以看作是增程技术的1.0时期 电池更像是给车带了个备用电源 燃油驱动还是主力 而且成本下不来 车的价格太贵 加剧了消费者对增程技术的质疑 那到了像2.0阶段进化 就是西方不亮东方亮了 一些日系主机厂展露头角 日产E-Power混动系统等代表性技术纷纷出现 但真正打开并引领增程式市场的还是理想万 2020年这款车以Power红成了 30万元以上国产车型的销量冠军 因为增程技术成本比纯电低 当时理想万比蔚来ES8便宜十几万 而且电池做得更大了 纯电续航里程更长了 坐舱内增加了更多体验平面的功能 增程1.0时期的不足 在这款车上得到了显著的改进 也是在这一年大伙发现 增程和插火相比 机械设计相对简单 还能提供和纯电接近的驾驶体验 那和纯电相比 它的续航里程又更长 入局有机会 不久之后吉利董事长李舒福 提出了推广增程的建议 东风的蓝图来了 长安的深蓝也来了 众多厂商都开始跟进增程式路线 从2023年增程式市场开始大热 同比增幅达到172% 但门槛虽然地做好却很难 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电池电量充足的时候 问题还不大 但是在溃电状态下 即使发动机介入 动力依然会严重衰减 具体到咱们用车的时候 就是高速跑不快 爬坡踩不动 其次在动力源 从纯电相回动切换的时候 车辆的NVH和主观感受 会有明显的变化 噪音非常明显 现在来听一下这个增程器 静止转的下机动的声音 而且补能速度也很慢 现在快充已经是 高端纯电车型的标配 很多都已经支持4C甚至5C 但很多增程车 仿佛还停留在10年之前 充电速度是慢得可怜 加上电池容量小 需要更频繁的充电了 一叠加 这个用户体验就很差 烦死了 很多在这一时期 买了增程车的车主 实际上期待的是 比纯电续航更给力 又拥有纯电体验的车型 这样梦中情车 有没有可能出现呢 看增程系统的性能 其实就看三个方面 动力 噪音震动 武能 越接近纯电体验 才是更好的增程 解决以上问题的难点 在于增程器的燃油经济性 和能量转换效率 这是决定性能的核心 而很多研发增程器的厂家 在发动机上的研发积累 是严重不足的 要驳斥增程落后论 一定要在核心零部件上 走自沿路线 做出根本性的技术突破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此前做纯电的品牌 来掀桌子了 它就是阿维塔 昆仑论坛上 阿维塔带来了一项 全新的黑科技 昆仑增程 大家都知道 阿维塔是由 长安汽车 华为宁德时代 三家所作打造的一个高端 新能源品牌 做纯电出身 既然今天要做增程 那就一定要以 纯电体验作为标准 昆仑增程 就在动力 噪音震动 骨能三个维度 带来了颠覆性的突破 搭载昆仑增程的阿维塔 07将智能化 带到了增程系统 通过全站字眼 解决了技术难题 满电亏电 都是5秒级 智混AI算法 一成一测 支持3C超怀冲 开启了增程的3.0时代 如果你还想再深入了解一点 想知道昆仑增程 背后的技术细节 下集的内容 或许有些硬核 但相信这里 有很多你过去不知道的东西 看完一定会有所收获 那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的下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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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